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强烈 其中更是产生了许多不婚族 但其实不婚族并不是现代才产生的 在几百年前的中国 就已经有了不婚主义的女性存在 她们被称作自书女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关于自书女的电影 自书 电影以港女小慧 陪带大自己的父亲自书女 易欢回乡为主线 讲述了一段跨越50年之久的爱情故事 易欢此次回乡呢 就是为了接从海外归来的爱人 看着陷入爱河的小慧 红尘往事逐渐浮现在易欢的脑海 那年易欢自愿娶姑婆屋当了自书女 历史终身不嫁 但刚刚做完一事 易欢的父亲就带人闯入了姑婆屋 原来父亲欠下巨额外债 将易欢抵押给了债主做姨太太 易欢拼命抵抗逃至河边 正想自尽的时候飘来一只小船 船上的女人扔来一袋钱币 帮易欢父母偿还了债务 自此易欢称心地当上了自书女 并随同其他自书女一起在骚丝厂工作 骚丝厂的陈老板 最近呢 纳了个八姨太 八姨太出生青楼 早已看待红尘 上岸从良只为求个安稳 但她娇好的面容和不服输的秉性 令其他姨太心生极恨 百般刁难 易欢认出八姨太就是那晚救自己的女人 于是呢 挺身而出 替八姨太挨了打 自此 两个女人相识相知起来 一年一度的龙周会即将举行 作为当地乡身 陈老板准备带上姨太们参加 但其他几个姨太设计烫坏了八姨太的头发 好让她无法参加龙周会 八姨太想起心灵手巧的易欢 觉得她应该能帮上自己 于是让易欢为自己做了发型 易欢小心翼翼地为她剪发 八姨太十分满意 并将母亲留下的耳垂 送给易欢作为打理 在她心里 易欢是第一个对她好的人 龙周赛上 易欢和青梅竹马的心上人望诚重逢 望诚说龙周赛后再与她见面 但易欢已经立世终身不嫁 所以并没有去赴约 今年的龙周赛比较特别 陈老板请了军长一同参观 顺便谈起了生意 军长却看上了八姨太 说只要八姨太陪她一晚 她就答应和陈老板合作 陈老板的老婆多得数不胜数 送出去一个还能帮自己谈成生意 于是也就答应了军长的要求 当晚 陈老板就将八姨太独自留在了军长府 八姨太受尽凌辱 痛苦不堪 而易欢在军长府外等待了一天一夜 次日八姨太回到陈家 发现陈老板已经纳了新欢 于是冷嘲热讽 将陈家上下一顿数落 陈老板自知理亏 任凭八姨太撒野 从此八姨太就离开了陈家 易欢呢 来到她的住处悉心照顾 看到她身上的伤食 却忍不住落下眼泪 几日的相处啊 让两人成为了亲密好友 这天一个自书女要买门口 所谓买门口 就是形式上与人成婚 这样将来死后 才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 易欢作为陪嫁 去到南方家中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买门口的南方 竟然就是易欢的青梅竹马 望成 尽管在这样的情境下 易欢仍旧与望成 重燃了爱意 当晚 俩人就做了越轨之事 第二天回去 易欢想起昨晚与望成的事 心下逐渐陶醉 甚至没注意到八一泰的到来 八一泰十三岁就寄身青楼 怎么会看不出易欢经历了什么 易欢说 她是自愿的 听完易欢的话 八一泰十分气恼 她也不知怎么的就亲吻了易欢 但被易欢一把推开了 尽管如此 两人心中都开始了对彼此的激动 但谁也说不上来 这是什么 八一泰让易欢小心一些 因为自书女被发现越轨 是会被乱棍打死的 过一段日子 易欢去找望成 告诉她自己有了 想让望成带自己离开这里 但望成却懦弱怕事 她无法想象 没了鱼塘的自己该如何谋生 心灰意冷的易欢将自己锁起来 她采取了最原始粗暴的方法 忍受剧痛为自己堕胎 此事暴露后 易欢被处以账罚 在她被打得半死的时候 是八一泰用自己的所有积蓄 救了她的性命 两个同样受伤 又彼此舔尸伤口的女人 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走在了一起 两人去广州开了一家面馆 过着互相扶持的清贫生活 一天陈老板突然找到了八一泰 原来时至日本侵略 广州随时都会沦陷 陈老板拿给她一张船票 想带她去美国躲避战乱 但八一泰放不下疑欢 于是将船票撕毁 却发现被撕撑两半的船票 看起来像两张完整的票 于是两人打算到码头碰碰运气 到晚八一泰成功挤上了船只 而易欢却被挤出人群 看着被遗留在原地的爱人 尽管陈老板全力挽留八一泰 但她还是头也不回的纵身一跃 回到了易欢的身边 然而此时日军开始袭击广州 易欢和八一泰也在战乱中走散 一个留在广州一个漂泊去了海外 到这里易欢的回忆就结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留下的这个人不是易欢 而是八一泰 原来八一泰因为思念成疾 整日念到易欢的名字 其他人才将她当作了易欢 这一觉啊 就是几十年 今天是易欢从海外归国的日子 八一泰辗转多地 从香港来到佛山 终于盼到了易欢的归来 易欢头发苍白坐在轮椅上 多年的离别 让亲人也认不出她的容貌 但八一泰知道 这是她的易欢回来了 两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呢 从一定程度上将自书和女童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呢 自书的含义应当更为伟大 自书最早出现在明代中后期 当时只是出现了不愿嫁人的女性 到晚清时期 自书达到高峰 甚至衍生出了相关的习俗 自书女不仅要将头发盘起 表示终身不嫁 还要加入金兰慧 到姑婆屋去生活 自书后 自书女便自立于社会 可以走出深规 出外工作 经商或打工 这点呢 就很像当今女性的独立自强 但是相比较现代女性 显然自书女还秉持着一套落后的规则 自书女一旦盘起辫子 就不得反悔 如有不轨行为 就会被相当所不容 遭到酷刑毒打 被装入猪笼 头和溺死 但即使这样 在当时也有许多女性 甘愿自书 因为自书是当时女性 对男权社会的微弱抵抗 只为了争取自己的一丁点社会权利 这场长达三百余年的女性崛起之战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才随着女性社会地位提高 和战乱的影响 而渐去消歇 所以自书一词 远远比女童伟大得多